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我们的人生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做上帝的见证人 求主使我们获得万事亨通的应许 您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相信我们一定都能行 您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求主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一切由我父来主宰着 在这时间求我父的帮助 使我们的内心的纠结获得解决 照着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家庭拥有平安和平 求主使我们的儿女有智慧与知识 使我们的家庭能够有耶稣的香气 我们确信在今夜有这奇迹的允许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相信在今夜上帝赐福于我们 我实在是感恩上帝啊 在这福音中 我们一起同在 无论是在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都照着上帝的话语 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 在这福音我们同在的信徒们 都照着上帝的话语顺同啊 哪怕有时候不行的时候 我没忍耐等待着 这时候相信一定会行的 真言二十七章十七节 铁磨铁磨刀刃的时候 大家知道 这个刀磨得越多 它就变得锋利了 就好比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多么的奥妙呢 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是不带着谎言 如实实现的 因为这一切由上帝来做 我们只要忍耐等待着 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差距 上帝是全能者 特别地了解我们 而我们祖上犯的罪太多了 给我们留下了误会的罪 创世纪六章十三节 上帝惩罚我们 上帝赏赐我们 这都是 我们祖上的罪多了 或者是自己的罪多 这时候我们得应许 可能会稍微慢一些 而上帝做的话 这一切也能会变快一些 耶稣的门徒都做到了 加略人犹大呢 他一开始就没好 他的心一直在前上 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 你的心在前上 那你就是偷盗者 因为你那些始终带着恶 上帝的话语是没有谎言的 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如果你不顺从 当然不行了 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在上帝话语面前 我们只有服从 顺从 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么的容易 而这顺从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不是由我们来做到的 顺从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要获得这礼物啊 这信心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 那这信心正是什么呢 这信心真是 信心是来自上帝的礼物 而这信心正是顺从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所以信心就是顺从 信心和顺从是一样的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成就的 我们今夜来到了上帝面前 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 得最高的祝福 这今夜的昼夜礼拜 创世纪三十二章 上帝今天给我们应许 上帝的话语我们都要听 这才是孝子啊 这一切都是给了我们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 这昼夜礼拜是有庞大的奇迹 是有庞大奇迹的允许 使我得救 使我的家庭得救 使我的儿女们得救 保护我们的财产 而且还能帮助到身边的人 仇敌也变成朋友 这正是昼夜礼拜的允许啊 所以这昼夜礼拜 上帝给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非常庞大的 大家做了昼夜礼拜之后 体会也很多 不足的仆人 我通过昼夜礼拜 也有很多体会 正是这位上帝在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一定获得这祝福啊 那有些信徒说 铁撒罗尼加后书一章八到九节 我们找一下 铁撒罗尼加后书一章八到九节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是得祝福的 不顺从就是属灭亡了 这里面没有理由的 上帝说灭亡就灭亡 顺从的时候是得祝福的 我们一定要得祝福啊 我真切地劝勉大家 谁在妨碍我们得祝福呢 是我在妨碍 我们自己在妨碍自己得祝福啊 不是别人 是自己 我们就是自己的仇敌 我就是自己的仇敌 要得祝福的时候 非有事情就不来了 这时候把自己走向败坏的地方 所以这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是我们的问题 而我们却不领悟啊 但凡有了问题 这都是我的问题啊 上帝告诉我们了 你的仇敌是你的肉体啊 是我们心里的问题啊 生死由我们心里来主宰着 而我们心里全都与上帝成了仇敌 当我们堕落了之后 当我们不顺从的时候 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得医治 铁斯阿罗尼加后书一章八到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案 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阿们 这永远的刑罚就是属地狱了呀 不认识上帝 或者不认识谁呢 不认识上帝的人 我们再读一遍吧 这是很重要的呀 我们再读一遍 一二 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阿们 不认识上帝的人 那牧师长老就认识上帝吗 好些人说神学者就认识上帝 其实大部分都不认识上帝 上帝告诉我们了 好些人都说自己认识上帝 而上帝说了 你绝对不认识我 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 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 我们就不认识上帝 我们不认识耶稣 就不认识耶稣的父亲 上帝 那我们又说我们自己认识耶稣 那耶稣也告诉我们了 669圣经是见证耶稣 圣经全是见证耶稣的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圣经全部都在见证耶稣 上帝也见证了耶稣 约翰福音十五章三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圣灵 这生三位一体都在见证了耶稣 而耶稣 见证的是基督啊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 我们就不认识耶稣啊 我们都不认识基督 我们说能认识耶稣吗 我们好些人都没有获得信心 自以为自己能去天国呢 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得祝福来到了主面前 这奇迹现在也在发生 上帝要给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 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呀 我们以为自己认识上帝 而上帝告诉我们 你不认识我 我们韩国的教会多吗 圣经里告诉我们了 争吵的地方那不叫教会 那是属地狱的集团呀 有些人让我 让我给他推荐一个教会 我就回答我不知道 我都不认识我自己 我要做悔改祷告 上帝让我们睁开眼睛 你的眼睛要得医治 你的耳朵要得医治 你要分辨 你要正确地看 人不能帮助你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 我们今天做了四阶段悔改 眼睛得医治 耳朵也得医治 眼睛得医治了 就能得到烟花以乐 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眼睛得了医治 就走向成功的大路 神明系三十章十五节 因为眼睛得医治了 就看得清楚 耳朵医治了 就正确地听 如果朴朴牧师的讲道 是属于自己的想法的 大家就不需要在这边了 上帝的话语 听讲道的途中 就有这奇迹发生 世界各个角落 好些人都见证 听讲道磁带 怎么得到了治病了呢 病得到了医治了呢 有个信徒 她丈夫是医学博士 一直那也没用 她的病得不到医治 结果听了讲道磁带 病得到了医治 那么我是被上帝 使用成义的兵器了 不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你会成了恶的道具 而你真实地做了悔改祷告 这时候你做义的兵器 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我们在上帝面前 都要做义的兵器 不能做恶的道具 做了恶的道具 你就去地狱了 而且还毁了你的子孙三四代呀 我们正确的生活 得到应许吧 要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 什么是什么 上帝的话语 正确的教导于我们呀 如果我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那赶紧领悟 我现在是属于生病的状态 赶紧领悟 然后照着上帝的话语 做悔改祷告 得救吧 上帝的话语是刺痛于我们的 而却拯救我们 六十六节圣经的话语 都是真 真言就是让我们打真呀 上帝的话语是刺痛于我们的 却拯救我们 真一定要打真 你打了一针你才能医治啊 有些人舍不得自己 有些人不 舍不得受刺痛 那这时候你就没有用了 这就不叫得不到医治啊 这真言 真言是 就是给我们刺痛的 但是拯救我们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才能认识上帝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才能进入到基督里面呀 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才能顺从上帝的话语 这四周段悔改是我们的磐石 我们要通过基督才能获得这一切呀 这祝福一定是让我们去天国的祝福 我们坐上了去天国的列车 那里面就预备了一切的祝福 这才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上帝是全能者 把一切都给了我们 那世上的祝福呢 世上的祝福就是属于痛苦啊 恶人的财富就是痛苦啊 真言十五章六节 恶人有财富 那反而是痛苦 所以千万户有千万种担忧 万户有万万种担忧啊 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忧愁的 上帝是给我们祝福的 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没有忧愁的 上帝给我们名誉 但是这个名誉也没有忧愁 所以我们得到了祝福 是没有忧愁的 这是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我这信心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我的信 我的信那都是假信 上帝给我的礼物的信心 这才是真实的信心 使我去天国呀 相信我们一定是能得祝福的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阿们 这上帝的话也是全能者呀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上帝给我们的财富 是非常符合我们的 上帝要把最好的都给我们 因为上帝是全能者 上帝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是不带着担忧忧愁的 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祝福啊 这多么的好呀 这一定是能得祝福的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做有福的人 照着上帝的话语 得祝福 这是我们才能承担起好的事业 在世上失败了吗 不要灰心 像我这样的人能行吗 不要气馁 我们读一下格林多前书一章 上帝使用你 上帝把你当作最宝贵的 甚至有些人想跳楼自杀 全来到主面前吧 想自杀的人来到主面前吧 上帝把你当作最可贵的 而且要使用你 你学习好也好 学习不好也好 都可以 都能行 祝愿大家每个人都带着希望啊 有些人说 我的孩子怎么这么笨呢 没关系 也能行啊 马太福音三章九节 石头都能变成上帝的儿子呢 我们韩国人经常说 自己的孩子笨 大家不要担忧啊 无论你年长还是年幼 都是能行的 所以不要灰心 只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今夜获得好的祝福吧 那么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做什么呢 今夜我们做了什么 上帝会把好的给我们呢 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啊 我们都要了解 如果问你是谁 那我们说 我的体重八十公斤 我的身高一米七五 那 这不是来称体重的地方啊 有些人甚至说 自己的腰围是多少多少 不需要认识这些 我们要认识自己 我是谁呢 世上宇宙都无法和大家来交换 大家是最为可贵的是上帝的儿女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在这宇宙空间 上帝最爱我 上帝最爱着我 祝愿大家首先明白这一点 我们首先要认识我自己是谁啊 我们首先要认识我自己是谁啊 如果你是这家的养子 那你可以随便进入到这家里 然后也可以打开冰箱 随便吃里面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正确地认识我是谁 我们正确地领悟 正确地明白我是谁啊 上帝创造了我们之后 是怎么讲的呢 我们一起找一下创世纪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都不认识自己啊 别人问我们 我们是谁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啊 如果你不认识你是谁的话 就把你 那你可能要进医院了 就说明你有问题了 要进精神病医院了 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你是谁的话 上帝首先告诉我们 上帝首先告诉我们什么呢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上帝说我们要照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阿们 上帝创造了我们之后 上帝怎么说的呢 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就好比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父母 那谁创造了我们呢 是我们 是上帝说了 照着我们的形象 那我们要认识 这照着我们的形象 这我们是谁呢 这我们是三位一体啊 是圣三位 圣父 圣子 圣灵 是照着我们的形象 那么我是谁 我们就是上帝所说的 照着我们的形象 所创造的人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人要有自己的根啊 无论你的血统 还是你的家族 你都要有根啊 上帝说了 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 造人 是我们创造了你 这是上帝说的 那么我们要认识 这我们是谁 圣三位创造了我们 首先我们要认识 圣三位创造了我们 我们首先要懂这个顺序 我们首先要认识 圣三位一体 就好比我们 首先要认识 我们的父母是谁 我们读圣经66卷的时候 我们要领悟 这圣三位 圣三位创造了我们 因为上帝说了 是我们 照着我们的形象 造人了 而接着往下读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认识 谁创造了我们 我们再读一下 二十七节一二 上帝就照着 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阿们 上帝造男造女了 我们要 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内心首先要服侍圣三位 这是首要的 我们内心服侍圣三位 这是首要的呀 上帝创造了我们之后 就说了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 就说我们是属 我们的根是谁 让我们找回我们的根啊 而我们就不明白这一点 都不关心这方面 如果说 如果问你是谁 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是谁 所以 马太坟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 的家谱 我们是通过圣三位 找回家谱啊 创世纪一章和马太坟一章一节 这都是一样的 就是让我们找回根啊 我们今年要获得应许啊 我们今年一定要得到应许 一定要得祝福 而且要越来越好 我们一定要荣耀献给上帝啊 那首先这首要的内容 我们要明白啊 而数多人都不认识这首要的内容 我们内心服侍圣三位 这是首要的 我们内心要装着圣三位一体 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 内心都是属圣三位的 结果我们的 因为我们犯罪了 结果被赶出来了 上帝在我们鼻子里吹了声气啊 使圣三位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这是首要的 然后上帝说了 上帝又造男造女了 就创造了一切啊 第26节第27节 上帝是造着上帝的形象 造男造女了 大家知道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 就比如说 父母讲话的时候有湖南口音 那孩子们讲话也有湖南口音 就是父母怎么教导孩子们 孩子们就是什么样的 那现在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内心的根 我们的根是圣三位 我们心里要福是圣三位 我们心里要有圣三位 那你要明白 上帝是通过上帝的话语 创造了这世界 上帝是用上帝的话语 创造了这世界 那么我们也要学会这一点啊 首先 我们获得信心的礼物 我们还要获得圣灵的礼物 这时候我们心里 才能服侍圣三位 才能实现创世纪 1章26节 首先上帝让我们服侍圣三位 然后上帝造着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造男造女 创世纪一章 上帝是用话语来创造了这世界 那么我们 我们也能做到 这身体里有好几个神经 而这神经里 什么神经是最大的 是舌头 上帝告诉我们 这舌头 那我们要好好了解吧 首先我们服侍圣三位一体 大家认真地听啊 我们稍后要讲雅各书 我们要获得应许 得到祝福 上帝说了 你如实做的话 我就给你应许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豊朝王室的历史中 曾经在江华道的 江华道都令 他找回根了之后 他就回到王室里了 他可是在河边 一开始玩耍 结果呢 找回根了之后 就回到王室里了 我们在这上生活的时候有问题 身体上有病痛 事业不顺利 儿女也不顺利 家庭也不和睦 而照着上帝的话 我们找回根的话 这一切都了结呀 那么大家和我要获得这祝福来到了主面前 上帝的话语是全能者 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一定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得祝福 就愿大家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也听得清楚吗 好的 首先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要服侍圣三位一体 通过基督 通过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服侍圣三位一体 所以这四季段悔改是庞大的奥秘 这四季段悔改是磐石 我们要通过做四季段悔改 内心服侍圣三位一体 实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然后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上帝造着上帝的形象 这时候不是我们的形象 是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我们肉眼看不见上帝 我们肉眼看不到上帝 而上帝是通过上帝的话语 创造了这一切 大家和我 我们人体都有器官 而这舌头是最大的 这舌头是最大的 科学也见证 这舌头的器官是最大的 这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在这里认真地听啊 这第三样是什么呢 上帝说 如果你像我一样 你就讲话吧 这谁给你负责呢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讲话 谁给我们负责 上帝给我们负责 因为上帝照着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所以只要你讲话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只要你讲话 上帝给你负责 因为这 这舌头就是我们的父亲啊 因为上帝是照着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全能者上帝说了 我是照着我的形象 创造了你 所以我们如实能像上帝一样 做到这一切 所以我们讲话 上帝为我们负责 圣经里所记录的上帝都负责 只要你讲话 山都给你搬移 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上帝能给你搬动这座山 这样的事情上帝都能给你做到 当然其他的事情都能行 那我们不行是为什么 给了你应许 你就开始做别的事了 这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我们再读一遍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阿们 多么的感谢 刚才我讲了 上帝赐福于我们国家 上帝给我们祝福 让我们在这世上 懂得支配和管理 而且首先要生养众多 我们大韩民国的人口密度很高 在海外 无论是哪个角落 都有我们韩国人 我在美国一个很偏僻的山沟里 我是去旅游的 当时 因为当时那地方都没人 结果那样的山沟 也有韩国人居住 有两家韩国人 上帝也让我们生养众多呀 那第三个阶段 我们在听啊 大家可以见证我们国家 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上帝给了我们祝福之后呢 我们就成了 比如说上帝给我们名誉 我们就做名誉的奴仆 给了我们钱 我们就做钱的奴仆 上帝给我们财富 是让我们管理 是支配的 不是来做奴仆的 支配管理 我们自己做不到 我们唯独服侍圣三位的时候 懂得说话的时候 这时候才能懂得支配和管理呀 今天上帝要给我们这一切 我们首先要认识我是谁 我们以为我们都认识自己 而上帝告诉我们 你首先要服侍圣三位 我们一直都没明白吧 我们口上喊主啊 而内心都属魔鬼 所以讲话都成了谎言 你口上喊主啊 主啊 而你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以赛亚说二十九章十三节 你都不明白什么是敬畏上帝 你都学错了 这敬畏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敬畏上帝 你自己编造的精卫 这就不叫敬畏了 今天上帝分明告诉我们了 使我们服侍圣三位 这是首要的 然后你要用舌头讲话 正确的讲话 这时候上帝给你负责 你身体里最可贵的是什么 首先服侍圣三位 然后是讲话 这是我父亲自告诉我们的 这舌头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三章 今夜来到主面前的信徒们 动动舌头就得应许了 动动舌头就能得到应许 心愿能得到解决 心愿实现这多么的容易呀 所以信奉耶稣的人讲话 都要讲得福的话 那这得福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呢 是形容词吗 是光好听的话吗 什么是好话呀 世上有俗话叫中言刺耳啊 中言是带着刺痛的 中言刺耳 这才是最高的爱 是爱的声音 我们在世上竟讲好听的话 以为这好听的话是高尚的 好听的话没有益 没有益处 真正的好听 真正的高尚是什么呀 使你得救 使身边的人得救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好听的话 讲好听的话都是属于假先知啊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我们总爱讲好听的话 这是败坏别人 也败坏自己呀 唯独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那么的爱我 是造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如是顺从吧 上帝的话语不能删减 也不能多天 就愿我们正确的生活呀 雅各书三章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雅各书三章四节 一二 看哪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催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阿们 这好比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船 船特别的大 而谁主宰这船呢 大家和我 我们的主人是谁呀 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 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自己的 我们属于自己 那就是成了偷盗者了 我们爱出名吗 这时候是不行的呀 上帝 上帝使我们出名了 这不是我来出名 我们做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 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 无论我们生还是死 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 这船只再好 这船的主人是谁呀 这船只再大 这船只再大 谁来主宰这船呢 这个舵 教授来了 我来问一下这位教授 这个舵和船的比率 有多大呢 是什么样的比率呀 我没太听清楚 是千分之一 还是万分之一 就是特别小的意思 这舵特别的小 这舌头和我们身体的比率 比率有万分之一吗 这船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 谁来掌舵 我们的主人是我们内心的圣三位 圣三位是我们内心的主人 马太腓十二章三十四节 圣三位在主宰着我们的舌头啊 所以我们内心服侍圣三位的时候 讲话如实就实现了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这船 船的主人 船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 这小小的舵就能主宰着船呀 那么第五节 雅各说三章五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遍啊 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遍啊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阿们 这舌头 这么小的舌头 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的这舌头 但这舌头能 主宰着一切呀 我们身体里的器官再大 都不如这舌头啊 这舌头是最大的 上帝告诉我们了 这舌头能 主宰你的身体呀 船再大 这个小舵 舵再 舵给你 如何来掌舵 这船就如何来转动 创世纪的时候 上帝是造着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这舌头是最大的 这么小的舌头 已经够大的了 如果这舌头 像手掌这么大的话 那真是了不得了 那就跟像扇子一样了 我们的舌头这么小 但是比整个身体里 比身体都大 第六节 雅各书三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误会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阿们 第五节告诉我们 这舌头最大 而第六节告诉我们 这舌头能支配一切呀 这舌头能支配整个身体呀 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有顺序 我身体里最可贵的是什么 谁来支配我的身体呢 是这舌头啊 我们首先要开开门 然后进入到这家里来 那首先我们要管理支配这个舌头 我们管理舌头 我们懂得支配管理这舌头的时候 上帝为你搬动这个山 这座山 雅各书三章八节 我们再读一遍 雅各书三章八节一二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阿妹 第七节动物都能被制服 人能制服动物 各类的动物 人都能制服 所以杂技里面也有好些狮子 或者是老虎 而这个舌头人却不能制服 通过教育或者修道 都无法制服舌头 大家要正确的明白呀 唯独舌头不听话 这舌头无法制服啊 唯独上帝 上帝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而我们的主人是圣三位 这圣三位在主宰着我们的舌头 圣三位主宰着我们的舌头 我们堕落了 这时候我们讲话 就是毒气呀 这舌头都是毒气 这时候 毁了儿孙也毁了自己 而你内心服侍圣三位的时候 能改变这一切 在这世上无法制服舌头 那谁能制 唯独上帝制服我们的舌头 我们内心服侍圣三位 我们心里服侍圣三位 我们心里充满了圣三位的时候 这口上讲出的话 都是圣三位的话语 马太夫一十二章三十四节 所以我们心里赶紧服侍圣三位吧 因为上帝是照着我们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我们内心服侍了圣三位 这圣三位能为我们制服 管理舌头 这时候你讲话如实实现 所以训练舌头 这多重要啊 训练你的舌头 雅各书三章读到十二节 我们先读一下九节十节 以二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 咒主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送赞和咒主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阿们 读到第十二节 我们口里又赞美上帝 结果都成了谎言 诗篇一百篇四节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感谢的时候 服侍圣三位的时候 我们感谢的时候 上帝接纳这赞美诗 你都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你都没有感谢 你光唱赞美诗 你的口一边赞美 一边又咒主 这是你没服侍圣三位的时候 你就这样 那么有些人讲了 有些人说 沉默是金 而你的想法跟你讲话是一样的呀 以副所事三章二十节 虽然你的舌头没动 但是你想什么 跟你讲话是一样的 因为你心里充满什么 你想的什么 你想的什么 就照着你的想法 给你咒主了 你讲话都给谁了 正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找一下 你讲话 你讲的话语 都是给你和你和儿女的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多 做四九段悔改 那些服侍圣三位一体呢 因为我们的 我们那些服侍圣三位的时候 我才能制服住我的舌头 我口上赞美上帝 荣耀献给上帝 而结果呢 又一边咒主别人 结果你咒主别人了 这都留给谁了 正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人口中所接的果子 必充满度负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接的果子 阿们 生死在我们舌头的泉下 这都是 你都吃 你吃的都是你自己所讲的话 我们都想讲好话 上帝告诉我们了 没人能制服你的舌头 我们讲话很伪善 而你内心在揍住别人 这就是二重人格 这就是伪善的 可赠的 你不做四阶段悔改 你内心没有服侍生三位的话 你就 你就都这样 虽然你口上赞美别人 但是你内心是在揍住别人的 唯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给你能力 在基督里上帝给你能力 这基督是能力呀 格林德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你被招了吗 你做四阶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来吗 基督是上帝的能力 这福音是什么 铁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五节 不是光讲话的 这福音是能力 这福音是圣灵 是使我们有确信的 这正是福音 而大家为什么没有能力呢 我们听讲道的途中 为什么能得到医治呢 听讲道的途中 为什么问题能获得解决呢 难道朴牧师 我有多特别吗 为什么好些人听了讲道磁带 问题解决了 并也得到医治了 这不是我朴牧师多了不起 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话语 没有服侍圣三位的人 你再赞美 你再称颂别人 这都是说谎的 你讲话都是谎言呀 所以这时候你什么都不行 你的果子都不行 马太分七章二十一节 看果子吧 看他结的果实吧 我们正确的领悟吧 上帝要把一切都给我们 上帝给我们祝福 要把一切的祝福给我们 而且是不带着担忧忧愁的 而首先我们要认识 我和上帝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的根是什么 而我们呢 我们首先要领悟 我们要服侍圣三位呀 那有些人又讲了 基督是新约吧 加拉太书三章 大家读一下吧 加拉太书三章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创造这天地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存在了 好些人都不认识圣经 就讲很随便讲话呀 基督正是使我们服侍圣三位的 第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才能服侍圣三位 难怪大家祷告都得不到应许呀 偶尔得到应许 那不信耶稣的人 属魔鬼的也有应许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你去地狱 上帝也让你吃好 给你吃饭 给你空气 给你太阳 这不叫应许呀 我们今天 一定内心服侍 我们心里改变成圣三位吧 我们心里服侍圣三位吧 这是上帝第一次要求我们的 而且制服你的舌头 生死在你的舌头上 你讲话都给你自己 所以不要说别人 不要骂别人 你骂了别人 这都变成你和你的儿女了 有该死的人吗 结果你变成该死的 你的儿女变成该死的 所以不要再骂别人 只求别人的祝福吧 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 你有仇敌吗 你为你的仇敌求祝福吧 你讲话都留给你和你和儿女啊 所以我们没有仇敌 我们给仇敌求祝福啊 所以信奉耶稣的人 信奉耶稣的人没有结党结派的 结党结派是使自己和儿孙受败坏的呀 任何人 我们主在背起了十字架的时候 他可没有说有仇敌呀 耶稣赐福了所有人 斯蒂凡 斯蒂凡之士 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他也求 为仇敌求饶恕 我们只要服侍生三位 我们也要这样 现在还讨厌自己的婆婆 或者讨厌自己的兄弟姐妹 看谁不顺眼吗 那这时候赶紧领悟你是属魔鬼了 首先改变这一切 然后讲话吧 我们今天得应许吧 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 我们顺从真理 这时候上帝为我们负责呀 所以我们不要讲坏话了 你有病了吗 今天照着上帝的话语改变吧 我们要获得圣灵 这时候一切都能行 我们获得圣灵 我们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格林德厚书一章二十二节 上帝通过圣灵给我们印保证 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我们得了圣灵 我们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称呼上帝为我们的父 从信心开始还要获得圣灵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身上有病痛呢 上帝没收我们的财富 我们还不领悟 所以上帝给我们身上病痛 神明记二十八章二十一节 无论你身上有病了 或者是有经济上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为了 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问题 为的是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为的是上帝 上帝为的是让我们来进入到圣灵里 让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的圣灵 马太分七章七到十二节 所以今天无论大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内心服侍圣三味 求主为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 求主医治我 我们讲话了 我父为我们负责这句话 上帝给我们医治病痛 那么有些人又要求健康 上帝是最了解我们的 我们再告白一下 求主给我们健康 我父给我们负责这句话 那么我们头脑也要变聪明 求主使我们的头脑变聪明 我们讲话了 我父为我们如实负责 我们的儿女要得祝福 求主使我们的儿女得祝福 这时候主使我们的儿女就孝子啊 那么大家稍后尽情地告白吧 尽情地具体地求主 求主的帮助 我们的舌头讲再多话 也不会累 而且别人也偷不走 拿不走啊 你的想法 哪怕你心里想的上帝也为你成就啊 以福所说三章二十节 所以不会讲话的哑巴也能得祝福啊 夫妻关系要和睦啊 我们家庭要得祝福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家庭 求主使我们的家庭和平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有和平才能和睦啊 我们再告白一下 求主使我们的家庭和睦 这一切都如实实现 我们和睦了 我们社会的祝福 求主赐福于我们大汉民国 求主使我们的国家制服这世界 相信上帝如实为我们成就 不足的仆人 我就是这样一直告白 没过三年 这一切都实现了 我一开始只是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顺从了 我只顺从 我只顺从 结果我父为我们成就了 不过三年的时间 这让我走遍了世界全地 越来越 这上帝的话语是阿门 按照我们所讲的如实给我们成就 上帝要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啊 这是万事亨通啊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万事亨通 这祝福是我的祝福 这一切是如实成就的 这一切如实实现的 大家得到了祝福之后 大家讲话 上帝给你负责 这时候大家来到上帝面前讲话 求父的帮助 讲话的话上帝都给你实现呀 这多好呀 我的闺女以前小时候 很智慧 她说爸爸 我们学校要去修学旅行了 有九个孩子到七个孩子 有些孩子付不起这个费用 爸爸你全负担了吧 我们众下的上国上帝 上帝赏赐予我们三十倍以上的祝福啊 上帝是我们的祝福啊 我们内心服侍生三位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我们不要随便讲话 不要一边赞美一边奏主 我们悔改曾经的过去 这赞美是献给谁的呀 我们口舌赞美 而我们这个赞美都成了谎言的话 上帝是多么心疼啊 上帝多么的难过心疼呀 我们所有人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这舌头很重要啊 舌头最重要 而舌头的大小这么的小 上帝很了解我们呀 这舌头 舌尖是很细的 然后到舌后就变得很粗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比率啊 相信会能研究一些成果来 上帝要把最好的都给我们 上帝一开始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很容易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这舌头 为的是造着上帝的形象创造我们 而我们的心没得到改正的话就得不到祝福啊 相信现在是能行的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一直以来我们悔改 我们的赞美都是假话 都是谎言 我们内心是否服侍了孙三位呢 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情是不是也瓦解了 没了 我的内心现在有谁呢 那么我现在内心需要带着什么样的想法祷告呢 我什么样的心愿需要获得实现呢 我们尽情地都可以祷告 就比如说求我父 给我饭吃吧 再给我这个再给我那个 上帝都给你 你再需要汤 那上帝也给你汤 我们求一千遍 上帝也不责备我们 所以我讲话与无伦次那也没关系 我讲话很流畅 怎么求都可以 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祷告非要很流畅 大家把这样不好的想法全丢掉吧 我们尽情地祷告 因为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圣三位的关系 我们祷告吧 我们悔改吧 一直以来我们赞 我们赞美上帝都是伪善的 我们一边做主别人 一边赞美上帝 所以我遇到了困难 我的人生遇到了难处啊 我们今天通过上帝的话 以后的领悟做悔改祷告吧 我们的祖上都做了什么呀 祖上的罪都 三四代的罪都流到了我身上 我们心里不平安吗 内心难过 内心纠结吗 心情很不好吗 夫妻关系不和睦吗 儿女在不听话吗 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事业的问题 还是工作上的问题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都来到主面前 告白出来 承认 求主改变我 求主医治我 求主改正我 我什么都不明白的话 我们就求父 我父都了解我们 比任何人都最了解我们 如果我内心现在没有平安的话 那赶紧领悟是我的问题呀 我内心害怕 担忧 忧愁 这说明是我的问题 我内心带着担心 这说明是我的问题 这担心的地方就是问题呀 今天一一的全告白出来 承认出来 没有人妨碍我 是我们的肉体在妨碍我们得祝福啊 谁在害我呀 是我的心里在害我 我内心撒旦的心 今天求基督的写全喜静 使我们的内心服侍圣三维 获得胜利 心愿获得实现 我们今天正确地找回自己 我们的根是什么 我的舌头能支配我整个身体呀 只要我们讲话就能行了 我能行就能行 我获得能力就能获得能力 真切地祝愿大家在这时间 获得最好的祝福啊 我心里还有什么在捆着 捆住我了呢 我一年前还挺好的 怎么不知不觉中 我内心是不是带着骄傲了呢 我们在这时间全告白出来吧 我以为我心里挺好的 分明是有一个地方不正确 我需要改正啊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能醒悟过来呢 或者通过我家人 我看着我家人需要改正这方面 那他我家人需要改正的 正是我需要改正的 我周围怎么近遇见这样的人 正是上帝让我醒悟 你需要改正这方面 所以让你遇到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全告白出来 获得解决吧 上帝是活着的 通过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获得一切的祝福 然后我们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 每当这周一礼拜的时候 我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 每个教会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国家和民族得到了祝福 我们现在已经是能得到大的祝福了 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相信我们一定能承担起更大的事业 相信大家的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场祷告 赶走我内心的魔鬼 赶走我们家庭里的魔鬼 我们赶走折磨我们国家的恶魔恶鬼 从祖上流传下来的一切的恶魔恶鬼 全赶走吧 求主赐福我们国家 使我们国家的执政人员三福要人 在平安中工作 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事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场祷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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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感谢您 我父上帝求我父赐福于我们 照着上帝的话语 我们重什么就得什么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才能获得上帝的爱 我们爱了上帝 我们才能获得上帝的爱 照着上帝的话语 我们相信 有着奇迹的应许 求主赐予我们智慧 明哲 知识 我们讲话 我父为我们负责 在今夜 求主赐予我们应许 使我们获得这奇迹的祝福 使我们的问题获得解决 我们需要改正什么呢 我的错是什么呢 在今天 求主使我们得到解决 求主使我们得到解决 我的错在哪里呀 求主使我们获得解决 使我们获得醒悟 我父上帝感谢您 我父上帝感谢您 主啊 今天 求主使我们心里 不是圣三位上帝 使我的身体变成圣灵的火 求主使我们 有 求主使我们有这个信心 在信心的磐石上 今天 我们来告白 我们悔改 我们曾经恨别人了 曾经妒忌别人了 猜忌别人了 抱怨了 求基督的血 求基督的名 使我们全获得解决 在今夜 求主使我们获得兴许 主啊 感谢您 主啊 感谢您 相信上帝在这世界 为我们行义士 我们向上帝感谢 我们向我父感谢 感谢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有奇迹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像约娜一样 有奇迹的祝福 我们感谢的时候 获得允许 我父上帝啊 求主使我们 在这时间 服侍圣三位 求主使我们 内心服侍圣三位 获得奇迹的允许 无论是家庭的问题 还是我个人的问题 还是工作上的问题 还是事业上的问题 任何问题 在今夜 求主使我们得到解决 使我们获得允许 求主使我们获得允许 我父上帝 求主给我们 奇迹的祝福 讲话与我们来讲 我父为我们负责 在这时间 求主使我们 有奇迹的允许 使我们获得能力 使我们献出生命来 使我们获得能力 我得救了 使我身边的人 也能得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